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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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喽 大家好 我是老贺 昨天 我在唐叔来做工的时候 发现他的地头 鱿鱼窝 蜜蜂窝 现在 他今天早上说叫我和他一起来 他已经先找我一步了 走吧 就是在前面 去看看 就是这里呢 他们现在已经开工了 开挖了 不知道 这窝蜜蜂有多少的糖 昨天 这堂叔发现 就在 那个好多的蜜蜂 从那个小洞里钻出去 看 他就发现那个 小蜜蜂过这里 这个路就从这里 他们说应该是在这里 所以现在先把这些泥土 还有小石头打开 拔开 最后再转这个石头 已经看见洞口了 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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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吗 已经看见糖了 已经看见糖了 这窝没封 窝子 这个草很容易 你看 就是这一点 只要你找对了 就看见 你看见吗 哦 这里有糖 哦 油蛮多了 你别呼呼 轰轰的叫 好 这里有糖 上手了 哦 这边 这边 看哦 这里就有糖了 太 真的 你要这个 风味震呢 也有点 来 哦 想吃啊 可能可是这里 不带好这个防 防被措施 等下就被他揍的 看 又得一点 太深了 因为这个手臂 没有那么长 刚才 那大叔 那个糖叔 他还被那个风 被蜜蜂遮着了 他叔说 因为在 里面 太高了 所以拿不掉 只能到这里了 把它封起来 看现在 现在糖叔他们 也把那个 那个口 堵好了 留明年他在这里面 再有 还只有好多的糖 他们说 因为 他那个风 王还没有 飞走 我也 现在 小蜂蜜都飞出来好多的 我也怕他遮住我 现在都想吃一口了 好了 本期的视频 老后就有大家分享到这了 喜欢老后的视频 请点赞加关注哦 下期再见 拜拜